大家看看圣经里面撒旦 好好看看圣经里面撒旦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他们怕基督教在中国诞生 除了政治上宗教的产生对他们抗衡的权力之外 撒旦的故事就是他本身 他怕撒旦这个事情会有对照性的镜面效应 让更多人看出来 打开了自己的智慧的双眼 这是他们的恐惧 绝不允许任何人用在同样的理由 清算他们的道国骗国 和欺骗百姓过去的犯罪行径 然后不被清算 老子要管一辈子 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染指我们的权力 权力是我们的 但是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接下来的几天会有很多细地发生 我衷心的希望王岐山先生最好当副主席 孟建柱同志最好也进来 当这个国安委的什么职务 同时他们能有更高的排位 不要排第八号 最好排第二号 那才是有意思的 因为他会让九千万党员 让他们这些人的荒唐 让他们的自己的妥协和他们的自私 看到他自己的悲剧 因为这些人 下一步叫清党 清党灭口 把历史割断 然后扩张 控制军队 军阀 他真正的时代和政治大革命是真正的到来 大家示范以待 这就是上天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没有这些人的出台 没有这些人的恐惧 没有文贵爆料和大家一起造成的王岐山 他没当成总理 绕一弯回来又上去了 这哪有今天呢 这就是我们大家斗争的胜利 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接下来 这个大礼物会一个一个来 直到我们实现喜马拉雅 实现喜马拉雅绝不是那么简单 上喜马拉雅的路上很多人会放弃 掉队 也是失衡遍野 但坚持到最后的人 那就是胜利的 喜马拉雅的高度很高 没那么容易 但是只要坚持到底 心中有这个理想 心中有这个佛 花了这个菩提心 就一定会成功 要无据 还要有大智慧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